为在美伦山公园的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 去年12月创校吸引了不少民众参观 不过因为疫情的三级警戒一度修管 如今疫情趋缓 野菜学校搭配了花莲部落好咖的咖啡香来重新开放 并且也提供民众DIY所做体验课程 也欢迎民众爬山运动同时参观欣赏 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去年12月创校以来 吸引大批民众到访参观 位于美伦山公园的这处原地 校长吴雪月用心经营 并提供专业导览解说 想尽介绍原住民族野菜知识与采集食用的方法 今年5月中旬 因三级疫情警戒同步修管 如今疫情降级重新开放 继续将丰富的原住民野菜文化知识带给到访的游客 野菜学校其实发展的宗旨是要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台湾原住民族尤其是阿美族在食用地景 或者食用野菜上面的知识 然后很多人其实来我们的位置在美伦山 那很多人来美伦山爬山的时候 可能就会觉得 就是很多花花草草 可是对阿美族来讲 美伦山是块宝地 因为其实沿途都是可食的地景 可食的植物 那来到入馆前 如果你要去爬山之前 如果来往我们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美伦山沿途有哪些是可食的植物 那我们馆内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是 比较重要的呈现是 以保种为主 在野菜的前身就是它的种子 那我们会告诉你说 它的原型长什么样子 在什么季节的时候可以播种 什么季节的时候可以使用 开馆以后很多人都关心我们说 后续的课程 因为我们之前开了非常多有趣的课程 比如说台湾的老业 其实老业也是可以食用 在很多国家 其实是经过认证 它是有些要用的知识 那我们八月开始 也有很多很特别的课程 也是大家很好奇的 然后就以我身后的新的展览 我们是这次是介绍原住民的酒曲 然后酿酒文化 很多人觉得原住民好像 对跟酒离不开身 那我们这次其实要颠覆大家的认识 让你知道其实酿酒文化 其实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的简单 那我们上完专题课程的酿酒文化以后呢 也真的会开工作坊 让大家自己来做 所谓的传统植物的酒曲 做完酒曲 用自己的酒曲去做酿酒 那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报名 为在上智路的野菜学校 前身为美伦山公园生态展示馆 经过改造活化 于2020年12月正式启用 一楼设置为种子 植物展示及艺术展览区 二楼空间打造成DIY体验教室 馆场后方开辟野菜园 种植美伦山在地食育中野菜 将陆续举办种子交换分享 DIY首作体验和当季野菜 及保种专题演讲等 更多详情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华联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 记得蒋邦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